后来我就去逛书店 人家会拿一本书 要么就是坐在那里 要么就是靠在那里 然后就是一脸的微微笑 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 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 我也拿了一本书 就是大部分字 还能看懂一点点 但是看着看着 又不认识了 后面一把书放下去了 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 因为它上面有的有图片 比如说姜啊 蒜啊 它都会有配 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 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 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看 就会记得到那话里面 什么字什么字 现在比方说 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 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慢慢地就努力地认字 上班挣钱 你这么努力地去生活 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呢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 或是饮料店 但是想了一想 蛋糕和饮料 就是配料比较多 我怕都是配得不好 机型不好 要赔钱 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水果比较简单 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水果店 对 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煮好了 押金也交了 但是它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 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它现在没开成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就说 开水果店 也要投资五六万块钱和七八万 但是我说 水果店 又不是自己的家 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 付个首付 有个温馨的家 有房子了 在这边买的 现在有个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小家 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挺立志的一个故事 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 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 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 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都要上学 他都是为了上学 而且你想 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 甚至学会识字 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 就对普通人而言 这已经挺不容易的 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 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 然后还能够 把一套房子首付给付了 小女孩挺咬牙的 要贵就使劲忍着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 谢谢 你现在有家了吗 没有 觉得孤单吗 就平常是说过什么 母亲节啊 父亲节啊 我都会发一个朋友圈 我说今天是父亲节 我的父亲在哪里 我很想孝顺 我也很想祝我的父亲节快乐 有几个好姐妹知道我的事情 就安慰我 说你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你早晚就会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的 虽然说给姐妹说 嗯嗯好好好 但是心里还是很难受 当年三十时候 四倍最难熬的 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 朋友圈都会发 在家里过年了 给爸爸妈妈团聚了 所以我看到朋友圈 我就特别的难受 姐妹会说 叫我去她家过年 我说 我不去 因为你在家 是爸妈比较宠的 如果我去的话 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 我可能会更难受 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 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但是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在哪里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 已经不小了 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吗 因为当初我八岁就出来了 不认字 所以找父母 就是家里是安徽的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 对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 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 在他家长大了 有童年的 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母 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没有什么感情 对 我要找到我就是 第一任的养父母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我会把我自己 福建男民的房子卖掉 就是卖掉的钱 我会拿到自己老家 做点小生意 守着养父养母 对 就这样过一辈子 对 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不想折腾 因为这么多年 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 太苦 心里太孤单了 对 好孩子 我们祝福你 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 能够回到你的家 好吧 来 站到这来 我们看看大屏幕 我苏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 往前走 好 苏东请 魏阿慧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 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 要找家的寻人求助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帮助你展开寻找 那根据你的记忆啊 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 你的家乡呢 是在安徽合肥 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 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 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 被拐的 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相关的公安部门 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根据你的记忆 我们在安徽境地进行查找 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地的 长峰北东飞西三线 有很多叫大小卫庄的地方 我们进行一一走法 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 魏阿慧这个名字 也没有听说过 谁家就是一个女儿 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我们注意到 你记忆中的家乡 有外出乞讨 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 这些都是安徽 辅养的风俗 你家的位置 离县城不远 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 经过仔细排查 评队 发现这个信息 和你辅养 是太尔县 软桥镇 大卫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 我们也打听到 在这个卫庄 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 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 不知道她们是不是 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这些年 每时每时每刻都想着她们 能陪着她妈身边 做什么我都愿意 准备好了吗 阿辉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爸妈 没有让我读书 但是我最起码 有小时候的童年 有爱 有温暖 所以我不恨他们 一点都不恨他们 有温暖 妈妈 好 来 请到这边 来 对不起 姐姐啊 阿慧 来 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阿慧 我对不起 姐姐啊 妈给你 姐姐 来 阿慧 我对不起 姐姐啊 我对不起 姐姐 别对啊 阿慧 我对不起 姐姐啊 我对不起 姐姐啊 来 姐姐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姐姐 我问你啊 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 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不许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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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都是 龙腿这个吸血 都是到手球完毕以后 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自己要点 对 要点 搞点 搞点 这个生活费 我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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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里拿的吗 我手里拿的是 他小时候的照片 阿慧 你看看 小时候的照片 他们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 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 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 就是唯一的一张照片 唯一的一张照片 大哥 阿慧走了之后 你想念他吗 非常想念 当时钓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都下去找 还有我们村里有十多个人都下去找 找到田亮没找到 我们那连娘也小嘛 我们一天都问几遍 都只找不到 回家他妈妈一听到这个 阿慧那钓的就是 像凤人士一样 几天都没有吃饭 从来以后 我们明年最少是一到两次 我们到连娘去 我们连扁打鼓 扁去这个找他 阿慧 这会儿找到了你的第一任养父母 心里的愿望都达到了 你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我没有想到说 还会找到我 我的爸妈 我的妈妈 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还能叫他们 找到啊 姐姐你刚才听你闺女说了吗 找到你们就把南平的房子卖了 拿着钱回来 做个小妈妈 和你们生活在一起 你叫他回家来吗 再也不能令人离开我了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 是违法犯罪行为 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 也没有权利 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 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 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 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 可以获夺 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 当然现在是过了追究失效了 对于阿辉被拐这个事情 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争取把犯罪嫌疑的人绳之以法 阿辉啊 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 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 呃宁夏银川的警方 来为我们阿辉来解读一下 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来 有请 谢谢 你说 她的亲生父母 其实并不是她的舅舅和舅妈 而是另有其人 嗯 她的爸爸妈妈 嗯 很早之前就离婚 离婚之后 她的爸爸 把她交付给她现在的外婆 她的外婆 将她送至她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 清新起养 哦 谢谢 她的爸爸其实是和她的第一任妻子离婚 她是她第一任妻子的女儿 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 然后再把阿辉送到了她现在的 所谓的舅舅舅妈家 但是这一切阿辉都不知道 她以为她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辉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 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 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辉的意见 我们今天并没有把她的亲生父亲请过来 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 所以不着急 阿辉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 如果你想清楚了 或者做了决定 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阿辉坚强的性格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而且也非常的钦佩 阿辉刚才也一直在说她有一个小愿望 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 但是可能因为没有学过 怕自己开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 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什么礼物我们请她上来讲给你听 好不好 来我们掌声有请 慢点师傅 给你蛋糕模具吧 大家好 漂亮的小伙子 这是个啥呀 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旁边这个壳子里弄什么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都可以吃啊 阿辉来 先尝尝好吃不好吃 要是好吃以后 看看什么 妈让你尝尝一口 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 今天给阿辉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辉的这个故事 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 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 把这个送给他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 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 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 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你赶紧说阿辉愿意 好愿意 谢谢这哥哥 谢谢哥哥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 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 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 没问题的 好 阿辉 往前走吧 带着你的父母 带着你的蛋糕店 谢谢 阿辉加油 谢谢 谢谢 十几年前 因为想读书 阿辉被拐了 如今 因为会读书 阿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祝福阿辉 能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 更祝福这一家人的生活 永远像蛋糕一样甜蜜 更新鲜 来扔这一家人的蛋糕店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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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识 廚